嗨,大家好,又是我啦 那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句话 应该大家身边都会遇过一种人 就是会经常挂在嘴边 就是说 我觉得钱不重要 够用就行了 钱不能买一切的东西 钱不重要 其实我小时候吧 就是比较天真 比较没有思想的时候 就是自己还没有发展到 一个可以在深层次去思考 钱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这么想过的 我也觉得钱不重要 钱 会啥重要吗 之前不明白 那我现在分几个层次来讲一下吧 钱 非常重要 第一个层次 就是物质的层次 所以大家最容易理解的一个东西吧 就是说 我想买一个东西 我有能力去买它 在基本的层次哈 我有小孩子 我有家人要养活 不要讲有家人的牌子了 要养活我自己 我是不是需要去满足我自己最基本的需求 比如说吃饭呀 住的地方呀 然后日常用的用品啊 是吧 这些物质的东西就是你平常用的东西 你穿什么东西 包括 那其实衣食住行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说不是每天都要吃很高级的餐厅 有机食品啊 那些非常贵的食材啊 但是最基本 起码你吃到的东西是能吃的吧 对吧 是新鲜的 对吧 你吃什么进去是很重要的 你吃 比如说快餐 每天吃快餐 杯面 泡面 午餐肉 这些虽然说是便宜 你为了要省钱 为了要生活 你去吃那些不健康的东西 其实对你身体 对你整个人是不好的 这些东西 这些也是要算进去的 就是去衡量钱到底中不重要的时候 你拥有足够的钱 你就可以买更好的菜 更好的食材 当你有小孩子 有自己的家人 要去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 你更要做到 给他们最好的一个物质的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 你别说最好了 最基本 最正常的食品 你也要有能力去承担 是吧 这个是我所我所认为的东西 这是最基本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 大家很难 就是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一点 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没有钱的那个差别就出来了 你有钱的话你还可以用自己的钱去换来更好的资源 是吧 去请更好的医生去更好的医院 用更好更好 社会中更好的资源去 医你的疾病 去看医生 去吃药也好 去买一些医疗的设备 会得到社会中更好的资源 所以说 为什么你要努力赚钱呢 为什么你你你你虽然说就像说钱不重要 为什么我觉得你们要换一个方式去看的 因为其实钱是重要的 你没有钱很多时候就是很不利 你说 有钱吧 对你花不完 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没有的时候你就很无力很无助 所以钱 在我需要我们需要的时候 在我们生病的时候 在危急的时候 他是可以帮我们一把 可以救我们一命的 当然我这么说 不是让你去沉溺 去赚钱 去负责手段 去去赚钱哈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就很喜欢用这个借口去 说吧 我 就算是陌生人 有一个司机他跟我聊天 他也会说到 他自己的看法 他会说 其实我觉得钱 够用就行了 不重要的 当时我也没说什么哈 因为我知道他其实内心是不想去努力 他才会边 去安慰自己吧 然后跟别人说他需要我认同他 那我就是沉默 我也没说要说服他还是怎么样 但我觉得人很多时候就 是让 用这个借口去 去 别人 别人从早上干活到晚上10点11点还在干活 多赚赚个两三百 哎 我就不同了 我就不同了 我享受的 我觉得 对吧 对吧 虽然说 虽然说每个人工作 每个人干活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他那个态度 那个语气 我就 他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说 哎 老子就是不努力 但是老子也活得很好 是吧 钱不重要 是吧 所以各位真的是 我觉得就是不要让自己有这么多借口 不努力吧 信不信 我知道大家现在太容易看到别人的好了 别人用很多钱去旅行去干嘛 去买包 太容易看到很多有钱人的生活了 是吧 但是 我觉得正确的面对方法就是 你看到别人又有这么好的东西 那你要想到自己也有可能获得这些东西 你要去努力 而不是说 哎 他这么有钱没用的啦 勾勇就行了 用这么多钱干嘛呀 是吧 这种 不太好心态吧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大家不用刻意去否认 钱的好处 有钱 带给你的东西多了去了 钱的好处 多了去了 大家不要否认它的存在 不要否认它的好处 好吧 努力赚钱 努力往上爬 努力进步 好吧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